给大家看一下明天周六我们上新的所有的新款 因为现在已经接近我们寂寞了嘛 所以基本这一次上的款式呢 是属于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些片设计管具多 但是我在开播的时候 可能会给大家先上一个福利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T恤 它属于比较小和声的版型 主打的就是轻肤柔软但穿五年不变形 它可能没有斩皮马棉那个那么的硬挺 它会更追求的是那种软弱带来的这种耐穿感 本来它们还有一个白色但我觉得白色有点太基础了 就不如这两个颜色来的好 那我再搭配上的话下半身就搭了一个很特别的灰色裤子 这个灰它其实有一点点灰绿色调 所以这么搭做一个同色系的感觉会更好看 偏酒红色的单品 我觉得它煮起来的颜色也特别好看 还记不记得上次跟大家说的这个条纹的衬衫 这个衬衫属于第一眼基础 但是第二眼耐看的类型 它在细节上面用的是这种灰蓝调的色肢 而且在整个条纹上面呢 还有一点点小蕾丝做印花 它这个是一个激励感非常强的一个衬衫 但是呢它又不会有那种很硬挺很鼻挺 会感觉穿上去完之后会有那种沙沙的风衣响声 这个不会 还有一个款纯粹是私心款 比如说今年其实比较流行的就是里面是小吊带 外面再穿一个那种镂空网格感的那种罩衫 这个相对来说比那个看起来更厚实一点 因为它的镂空是立体状的 所以它这个反而属于那种枝的比较密实 但是有点镂空的那种状态 虽然是羊毛真枝 但因为它的沙线是那种偏两感多一点 所以夏天穿不太会热 如果大家是想要拿这种款式穿出那种比较高级一点的感觉的话 你就同色系加同款的裤子 如果我们想穿出那种比较俏皮的时髦感 你就往这种类型去搭 我觉得这种就很好看 下一个呢是有点点成熟女人味的感觉 它确实有那种显瘦跟细节比较精致的那种状态 你看它领口跟袖口的地方 这种是一个手工的外缝线 银葱线加我们的那种手工的白色的线条 织在一起的 而且它是一针一针过度 如果喜欢穿针织 又想要带有一点气质加优雅的话 这种衣服会比较适合 然后它其实有两个款式 就是黑色主打的也是小橙纹 它的那个外缝边用的是黑色 然后黑色用的就是白色的边边 大家记得咱这条裙子吗 正面看起来是裙子 然后背面看起来是一个裙裤的感觉 但这条裙子最近有很多女生收到了 它就是属于感觉 显瘦又比较遮肉 而且非常适合小跟 最后一套呢 私囊好物 确实是因为喜欢这个裙子的款式加颜色 所以呢这一档 虽然最后这个裙子有一点点长 可能会有一点点挑搭配 但是最后我还是把它上上来 上面用的是那个 有点添奶咖色的坎尖 下半身我就搭了一个 有点点装红色的这种半裙 它这个裙子主打的是 有一点点小复古的韵味在上面 还有另外一款是白色 那白色的话可能就会更建议 大家就是跟黑色搭在一起 那我们明天上午8点钟直播间见 谢谢ration 我们下一个小女孩